請蔡局長 我想我樂見這樣子的一個努力 我們也一直在提醒 我們希望能夠強化 包括近年來從劉冠軍的事件 到羅賢哲等等的 其實對我們的國際公信力 都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怎麼杜絕 類似中國滲透 那來這個 有間諜 這樣子的一個事情發生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任務 那我想我們看到司徒文 最近AIT的前處長司徒文 最近有一些講話 一些公開的發言 那其中有一個部分 是跟你們有直接的關係 他認為呢 這個台灣發生這些共諜案 對於美國與台灣的安全合作上的信心 是非常嚴重的打擊 他這樣子的講法你認不認同 我想我認同這樣子的想法 但是我想給您報告 其實國安局他不是反情報的執行單位 反情報的執行單位是法務部 他的秘書是調查局 所以你如果要談這一塊的運作 其實調查局局長比我更有資格來回答你的問題 那在接下來的整個立法跟修法工作上 你們是有做跨部會的一個協商機制 那現在到什麼進度了 什麼時候會將相關的法案 跟這個新的規範提出來呢 可我可以請調查局局長來談 因為他們是主管單位 管局不是主管單位 那是不是你們會後能夠將這個書面的狀況 等一下請調查局來跟我做一個說明 那接下來我請問局長 剛剛蔡委員有詢問說 你如果是局長你的女兒住在國外 你這個能不能管得住 但是我是想要了解的 就是在座所有我們跟情報工作有關的人 如果你們的家人在常常進出中國 那有大筆金額的往來 你們有沒有責任主動去做調查 這樣子說 這個如果他是成年人 要到大陸去 我們現在去查案起報備制 要先告訴我們 如果我們發現他有一些異常 按照我們在局裡面來講 我們會去做了解 你記不記得以前 國安會的秘書長 邱一仁秘書長 他的太太 那時候在國際的跨國公司裡面工作 本來是可以有升遷的機會 但是因為他的工作 包括要進場進出中國 但是因為邱秘書長的工作的關係 他放棄了這個機會 這是一個顧權大局的做法 也許對於家庭的和諧 確實也造成了傷害 這個是每一個要為國家工作 尤其是在最嚴肅敏感的國安議題 上面要工作的人 可能需要付出的代價 這個我們在從事這個工作領域的時候 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有這樣子的 一個犧牲的心理準備 對不對局長 有時候不只是你個人 有時候連家人都要做一定程度的犧牲 委員我給你報告 事實上這種犧牲奉獻的金錢 從事這塊的人每個人都有 那我現在給你報告 國安級重要職務的人 都沒有你現在所談的那些事情 你們沒有這個家人親人 經常往來中國的嗎 因為最近國防部就發生了一個 也有這個少將層級的人員 因為有家人親人 經常往來中國而被調查 但我們不知道他本身有沒有問題 但是也因為這樣子被檢視被調查 我想這個是例行的工作 我也相信今天如果有在座的各位 是涉及情報業務到一定程度的 你們也都不會有特例 包括局長本人的家人 你們都會去主動進行調查 那我現在要請教的是 今天總統的女兒結婚 那她結婚我們給予她祝福 那你們對於她結婚的這件事情 你們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國安單位是什麼時候知道的 包括像這種事情 都是我們該知道的才會知道 不該知道的時候就不知道 也就是 局長你是該知道的還是不該知道的 我所謂的該知道就是說 因為這個是個人的隱私 她願意告訴我們我們就知道 不願意告訴我們我們就不知道 所以局長你跟我們一樣都是看到報紙爆出來才知道的嗎 還是你們事先就知道 對不起我保持一點隱私 所以你意思是說你默認說你事先就知道嗎 那你們是當你們知道 當你們知道他們要結婚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對她交往的對象或者是她要結婚的對象 進行她的身家背景的一些調查 來瞭解她跟中國跟我們對台灣充滿著敵意的這個國家 有沒有比較不尋常的關係 你們有沒有主動做這個瞭解 對這個結婚對象我們沒有權利去做這件事 那萬一她是對我們國家安全可能會帶來潛在威脅的 報告委員 國安局執行任何的任務要依法有據 法律給我什麼我才能做什麼 如果法律沒給我這樣子的權利 所以我剛剛就先問你說 如果你們在座的各位 有誰的家人經常往來中國 甚至有大筆的金錢的往來 你們都會主動去調查嗎 可是我覺得你現在在告訴我的狀況是說 你們全部都要接受檢驗 都要接受調查 唯獨三軍統帥的家人不需要被檢驗 不需要被了解 不需要被調查 可是你們其他的 包括在座你們這些 列席的官員 你們全部 你們家人 跟中國往來 有金錢的往來 甚至住在中國 你們到報廢都是要被 都是要被關切的對象 即便沒有什麼不法的事情 你們都是會被關切的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告訴我的是大家都會被關切 但是唯獨總統是例外 唯獨三軍統帥涉及國家最高機密的人 他跟他的家人是例外 我想這個對我們整個制度上 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那另外他住的地方 又是中國解放軍所進駐的地方 其實我想剛結婚的人他想要一些privacy 我完全可以體會 我也可以體會他本身不是從政的人 他不想要因為有其他家人從政而影響到他的生活 這個我都可以體會 可是今天作為第一家庭的成員 對國家是有責任跟義務的 就像我剛講 你們的家人也許要做一些工作上的選擇 居住地方的選擇 像我們以前邱秘書長的家人 他為了這樣子他一些工作的機會就沒有了 那今天馬維中馬英九的第一家庭 他們難道不能忍一忍嗎 忍個三年顧權大局 一定要住在中國解放軍進駐的地方嗎 世界這麼大 做金融的他可以住在倫敦 可以住在他們念書的紐約 這個大家不會有這麼大的顧慮 可是偏偏選擇 住在香港 你難道第一家庭的成員 對國家難道沒有一點該盡的責任跟義務嗎 讓國人安心的責任跟義務嗎 局長我剛好認識一個就住在香港 他們那棟社區裡面的人 他有時候言行舉止也是有一點瘋瘋癲癲的 他住在那裡你們對所有住戶的狀況都了解嗎 有沒有剛好有解放軍的人入住 有沒有其他的一些 我們完全都不干涉也不需要去做了解 難道第一家庭就不能體諒 為了國家有一定的責任跟義務 就忍一忍忍個三年 先去住在倫敦要自由要Privacy 我都可以體會 先住在新加坡都可以 那不一樣啊 有沒有跟總統建議過 媒體每天都對這個有很多比我高明的報告 我相信這些資料他都應該要 沒有局長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關切的是 我們國家有我們國家的制度 包括我們所有涉及國安的情報工作 所有的人我們的家人都一樣是要被檢驗的 都是一樣要被關切的 可是我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的是 今天卻是有例外 而且是我們三軍統帥 我們最高領導者的 這個 他是完全 自法律 完全不顧現在的這個 慣例也好 現在的規定也好 我想這個是我們國人比較難以接受的啦 不能夠為國家盡一點 該有的責任跟義務 以及一點點的犧牲 那我另外剩下這個時間 我想要請教 現在中國有一些人事的調整 那對台系統 外交系統都有一些人事的調整 那剛剛在又報告裡面也稍有提及 那我想要針對 進來的我們看到的消息是 他們的 台辦的主任 原來的主任王毅 去當外交部長 那原來的副外長 來擔任國台辦的主任 那在整個外交系統 跟對台系統之間的人事的 調整跟互換 局長有什麼樣的評論嗎 你覺得這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嗎 發言 總統其實從七年開始 就把這個 社外關係跟兩岸關係 把它相結合 來作為一個 把這兩件事相結合來做考量 所以他這樣子的安排 事實上是符合他這樣子的規劃 那王毅擔任國台辦這麼多年 我相信他很了解 我們台灣人民 一再的呼籲 要有更寬廣的國際空間 我想他是應該很了解的 那找一個 國台辦的 行王毅這個系統 讓張志金來 事實上 每一個職務的安排 可能他都有他的考量 那我是倒極的 我們是不是 兩岸的東西 是一個複雜 我倒極的兩岸的東西 以人的關係很重要 我們是希望新政的人 或者是有比較寬容大度的人來掌舵 所以我是倒極的 在他還沒有去執行這個工作之前 我們先給他論斷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倒極的 也不一定很好 所以我是倒極的 他是了解 但是了解跟執行 我們是不是能夠達成我們的理念 這是一個很有落差的東西 但是一個了解政策的人 或了解事實的人 去擔任這個職務 我相信 是個好事 是個好事 所以我知道你講一大串 我聽起來的第一個結論是說 你認為他們了解 這個副外長 他是了解對台事務的 但是第二個 你不願意現在就做評論 第三個 你希望他是一個寬宏大度的人 是一個不會打壓台灣國際空間的人 但是你覺得這樣的期待會不會太過 太過基於幻想 我 今天如果他明天 就開始在打壓我們的國際空間 其實明天 每天都在發生 包括馬總統才去叫停 他們就說希望叫停跟台灣斷交 這個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這個事情每天都在發生 那你用什麼樣的標準來評斷說 他的心胸是更寬大的 用什麼樣的標準來做這個評斷 所以這個要他 我們講聽起來要觀其行 我們大家一起來觀其行 我想這樣的期待 可能還只是僅止於期待 他真的要期待他們做到說 不再打壓台灣 恐怕是困難的 所以我想你剛剛講的這個第三點 我是比較悲觀 但是我看局長 你還這麼樂觀的 有所期待 不夠警覺 是真的讓人有一點擔心 好 謝謝